繼續來關心客口香的消息 為了客口香北平的油檔村 因為是在人間發興到三點兩條客高回處 所以剛才大後就常常做生飲水的狀況 在地方屬心和政府單位聯手努力之下 作為向水利宿新興興建油檔村投水站 並且在最后的選擇正式開用 附近的民眾都很開心可以拜託飲水的亂房 經過兩年的興建客口香油檔村的抽水站興建完工 你經過甘丹龍長的座白儀式一後 正式選擇開用 你最后包括李維丹民文 客口香店的老孫廷 台湘新書和民眾也都共同參與這處的座白儀式 那我們跟商縣長像水利宿 在100年跟101年的應急工程 我們總共徵集了2600多萬 分兩年來把這個油檔村 來民眾景這個地方的水緩問題 做一個改革 所以今天我們的抽水站已經順利完環 緊急了解 客口香的花香和三頂戶 又由於在油檔村的高飛 加上第四個街 常常來做新油檔村的有促進 美粉經和有保養 塞地区的民體來喝水 所以抽水站的完工 和民眾都很開心 可以來繼續 剛才大發的喝水的日子 做導水經常都會含水 當時應該都比較低外的地方 整個水都會灌到在家裡 不過自從今年抽水站射下去了 像今年的連續豪大雨 還是紅台天的時候 已經都已經沒有發生說 水又移民在裡面這種情形 所以它也真的是大力的改善 讓我們這裡營水的狀況 讓我們在地的村民 可以更安心一下 緊急了解 油檔村抽水站 從100年開始行見分為2年 2期的時間 總共2600幾萬 在港町是得了地方民眾的支持 所以包括客戶的田送宮 朱桌宮 朱聖宮 沙京廟墓是作為觀察100萬的成果 來合作個別土地行見抽水站 謝謝新聞 檔戒花王玉粉 客戶兄 蔡宏博德